可是他因为喜欢这个东西 而班上没有任何的喜欢 所以呢 他就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觉得没有学习了 我就 我那时候就会跟他讲 加入城市人杂志社团 现在我变成科校园 所以这个团体也有了自己的生命 在网络上我们没有见过面 但是我们常常交流 这些交流其实出自于 对一件事情的热爱 像城市人杂志就对城市的热爱 所以我很希望我们系上 不只我们系上 所有的大学同学都应该 要找到自己喜欢的 喜欢的事 喜欢的东西 你可以全力的投入 当然以全力投入的同时 请注意你的健康 因为写城市的人很容易过头 有些人一写三天三夜 然后就挂 真的 所以在场有几个真的 对城市我知道有热忱的东西 你们要注意健康 千万不要熬夜 这点很重要 我老婆在这里 他可以证明 因为他都在管事 我不可以 不可以熬夜 不可以用电脑过头 所以 这一点我们很深的体验 所以这个有关于爱的故事就说完 大家有没有什么现在要讲 没有我们就继续第三个故事 因为这个投影片真的很长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这么长的投影片 三百四十几页 所以我们就继续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迷惘的故事 什么是关于迷惘的故事呢 其实又回到跟第一个故事有关 故事是从92年我来金门技术学院 那时候还不叫金门大学 金门技术学院 那时候我来教书的时候说起 在92年之前 我是在松下的 Panasonic Taiwan Laptor工作 那在这个之前 我是在念 念那个博士班 那其实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 就一直在松下工作 然后转到这边来的时候 其实我从来没教过书 我从来没教过书 我是一个菜鸟老师 从来没教过书 但是问题是我人还没到这里 就有人打电话 跟我说 哎呀 你好 那个学校想请你来当科主任 那我说我扣格吗 然后对方被认为一句 扣 然后我就来 好 那我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 那我其实不知道科主任到底要做什么事 其实有时候都叫系主任 但是问题是那时候是二专步 那时候还是二专步 所以正确的名称其实是科主任 大家都叫主任主任 那科主任要做什么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连教书要怎么教我都不会 我怎么当科主任 所以 我那一年进来之后 一开始八月的时候就在这里 一进来我就发现一个很诡异的情况 怎么诡异 我 我真的不会描述 因为我们一进来所有人都走 去电子系的去电子系 去气管系的去气管系 只剩下我们三个菜鸟在支空系 那时候还不是支空是支管系 在支管系 然后我那一年呢 赶快排课 然后给大家可以知道要上什么课的时间 那个调排课时间有过难调的 真的 我排过一次我才知道 然后来第二次也是我排 第三次就不是我排了 那时候 李希杰老师来 赶快交给他 那 李希杰老师不是前三个 就你们三个 还是还有其他 李希杰老师是第二年来的 一开始我们三个 我跟佛老师 还有一位老师他已经跑掉了 就是佛老师我已经跑掉了 那所以那一年 那一年就我们三个在撑了 还有还有 那时候志宏老师还在我们系上 电子系的志宏老师 那所以那年我都在开会开会 一直开会 整天开会你知道有够烦的 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开那些会 而且每次会都很久 如果 各位想象一下 那个情况各位想象不出来 就请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在开周会 而且呢 是一个十倍长的周会 虽然大家都会一直做 但是屁股会很痛 那整年在开会 而且更糟糕的是 我们现在西班都有助理 而且还有光读生 那时候我刚来的时候 没有助理 没有光读生 而且我们不是在这里 我们是在形成他的 世人 我自己一个人 整间办公室都是我的 研究师也是我的 我们只有三个老师 四个老师 好 所以呢 我必须要排课 上课 开会 打扫西班 开关门 随时处理 突发状况 然后 有时候那个 学生发生什么状况 或者是学生家长 打电话来啊 因为我上课的时候 我不会在西班 所以西班的电话 常常没人接 这很正常 那 我本来有研究室的 后来呢 我就直接把研究室的电脑搬到西班 因为研究室没有时间在那边 所以 我搬到西班 我就直接在西班办公 做所有的 写程式干嘛 通通都在那边 做教材 排客什么都在那边 然后 另外更 对我来讲更困难的是 所以我还去争取预算 采购 爆涨 事实上那一年 我没有争取预算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钱对我来讲 其实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所以 甚至有人 在 那个会议上面 为了要争取预算 争取了面红额词的时候 我就说 好啦 没有关系 我们西班的分译给你 就分了 结果到后来 我才发现说 糟了 因为我们分出去了 然后呢 电脑开始坏一批 然后 后来 那个 学期末的电脑 全部都是坏的 我们都没有办法上课 所以 当系主任的时候 争取预算 变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任务 否则 你们上课的电脑 通通都会是坏的 还好后来 学校给了一点公读金 有了公读金呢 我就可以 请了一位同学 来当公读生 那 这位 同学 来了之后 就帮了我很多忙 那 这位同学 现在还在我的学校 是那个 现在不知道 他算是在季秋布海哪里 就是那个小熊 很美 他那时候也是我们学生 好 那 他就帮忙接电话 收报纸 打扫 联络 处理采购 之类的这些 我真的不会做的事情 一年后 校长 有一天 他从来不来 有一天 他突然出现了 我也没有会议过来 校长就说 那个 我们 从原市借掉了一位 副教授 过来 可以接理系主任的职务 然后呢 校长 处理很多这种事情 他可能会觉得说 常常会被管台 对 但是呢 他可能没有想到 我很开心 我都快哭了 因为 我终于可以卸下这个职务 那 去做我真的想做的事情 但是呢 没有开心很久 为什么 到了8月 你知道8月1号 是很恐怖的一个时候 校长发布人事命令 然后呢 在之前 他会找一些人 说 你来当这个 这个主管 那个主管 那个主长 然后呢 他就 有一次就找我去 那我接 交互处的 客户主主长 还是注册主主长 不会忘记 然后 接下来又是 非常低迷 然后那时候我一面呢 要处理事情 一面要交出 一面还要写程式 一面还要接客户主长 但是 后来我晚上接 对 我到底接了哪一组主长 真的 我自己都忘了 那 一个人打败 没有办法用那么多事情 终于有一天呢 然后我的身体就出问题 那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我 反应不过来 我不太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说 我手举不起来 痛 在那边举不起来 于是我就 举不起来 手举不起来 其他都正常 你会去看什么科 我直觉是看谷科 那时候刚好 金城还有一家谷科 我就去看 那时候我先跑去找 我们的健康中心找那个护士 他又帮我包扎了一下 然后呢 去骨科 他帮我照一下 然后又帮我包扎一下 好像没有照 他只帮我捏一捏 然后就帮我包了一下 然后呢 就包了支撑袋 就回家了 接下来过了两天 一个晚上 那时候 在场 我的表达 老二 老二那时候才六个月 我发现我自己没有办法爬起来 那 我们的 小孩 老二 他六个月 其实他还 你知道六个月的小孩 其实连爬都还有点问题 七座 跪跪 高跪 七个月会做 八个月会爬 九个月 长牙齿 八个月才会爬 但是他 其实那时候呢 就是啊啊啊啊 爬不太动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发现我爬不起来 但是呢 我睡了 但是有很奇怪的事情 我睡不着因为很痛 然后呢 我儿子 他就 一直靠过来 一直靠过来 把他推回去 推圆圆 又 又靠过来 连续五次 然后 我就觉得很神奇 他应该知道 有要发生事情 那 所以那时候我想站 想起来上厕所 想站起 站不起 我第一次感觉到 站起来 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 后来我真的 发痕了 站不起来 把痕 硬站 站起来 OK我是站起来 但是 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发现 我没有办法再躺下来 因为我一旦躺下来 可能就会整个 打下去 所以我赶快叫我来 然后 有时候就很紧张 之间就送急诊 急诊呢 你知道 急诊是很有学问 这个学问 等到你真的去急诊 你就会知道 那不过 你最好事先知道 否则你到了急诊 会出人命 我就差点出人命 所以从里面 我就学到很多学问 所以未来各位如果 有什么医疗上面的问题 可以先问我 特别是有关于医院的问题 那急诊医师就帮我量个心电 土壤血压 说没事 我没有回家 问题是 我那时候打开怎么账 我根本账不起 我怎么回家 其实那时候有好一点点 所以那个急诊医师可能也看我 诶 你可以坐起来吗 确实可以坐起来 因为我老婆帮我服务 我确实可以坐起来 但是呢 我知道 不对 不对 就是不对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医生对你其实不了解 他们看的是数字 两生 有经验的医师 他就知道 但是 各位知道 谁会去急诊呢 我说的不是 什么病人会去急诊 什么医师会被派去急诊呢 大部分都是 陈鸟医师才会被派去急诊 不然 谁愿意大半夜 不睡觉 然后在那边守着急诊 发生一大堆事情 所以 这个体制会 就是会这样 你没有办法 那你叫那些 经验老道的医生去守急诊 也不太对 为什么 其实真正 你最后 你会发现 真正最好的医师 那些医师 你不能让他去急诊 因为那些医师是 开刀机器 他开刀非常精准 所以 他必须保持 他的精神 每天他要开好几床的搭 那些人开刀 又有点闪失都不行 所以那些人 是 主治医师 外科主治医师 那些人 基本上已经训练到 就是 开刀 变成 跟机器合作一体 所以 你要去开刀 一定要找这些人 但是 如果你 非不得已 要在急诊开刀 那 恭喜你 那 應該是 跟你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 所以呢 他跟我说 你可以回家了 我觉得 我回家一定会死 如果我当初回家的话 你今天在这边 应该是 跨离不已 所以 我没有回家 我连站都站不起 这么回家呢 所以我就坚持躺在那里 没有病床 没关系 本来希望说 可以上去病床 没有病床 没关系 我直接躺在急诊 然后 一直躺 从 晚上大概三点多晚 一直到 早上 七八点 不容易 九点 那个 八点可以挂号 九点可以 可以 真的去 看医 那个医生 我就去挂了那一颗 看你很幸 顾院长 那我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看你很幸 他不是因为气凶了 因为那个 要吃贝赫克 他也没有 那他是一个很棒的医师 非常棒的医师 他好像前一阵子才得过 那个 就是医师的那个 最高服务的那个 荣誉奖项 那 他很有经验 他马上就 看了 就觉得我不对 你说 你去造S1 可能是气凶 OK 我就 我老婆就开始 造S1 那时候已经 应该是用轮椅推的 说成轮椅这样 然后呢 真的是气凶 那时候其实还不知道 是哪一种气凶 但是后来发现 是初学性的气凶 所以 比较危险 所以你说 后来呢 又经历了一串 的生死车马观 这个 就很 很长 这边呢 大概可以讲 再三个小时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跳过 那 还好我碰到很多贵人 像是 金门蜀利的 那时候是 那时候不叫蜀利 叫蜀利金门医院 那时候叫金门县利医院 那 董格尼亚医师 他 在我 半昏迷的情况之下 帮我开刀 插管 其实我半昏迷 我还是知道 那 但是因为我陷入半昏迷的时候 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就急着 想说 不行 他很有 很有医生的那种 救人的心 所以 他觉得不行 如果我现在不帮你开刀的话 你可能会变成职务了 那 所以他就当场 在那个住院的那个病床上 就想要开刀了 结果呢 我 我老婆去问他说 那需不需要通知 那个 苏刚正医师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 算是我的主治医师了 然后 他就说 好 那通知苏刚正医师 那我们推到 开刀把开 推到开刀 开刀把开 然后 结果后来我才知道 中间还有一些插曲 那个插曲很惊险 就是 我那时候不知道 不知道 已经无法知道状况了 那我 我后来说 当董文雅医师来的时候 然后 那个护士 忙成一团 然后去推氧气筒 的啊 干嘛的 忙成一团去拿那个插管的啊 都忙成一团 然后呢 突然之间 那边 氧气筒打 氧气全部都 噓 爆出来 然后 所有护士都慌了 会爆炸 怎么办 然后 我们俩 医师就 过来 去拿 螺丝 然后呢 去拿 反手 然后呢 很镇定 那个 氧气筒 反手来 一锁 倒了 倒了氧气筒 铺起来 一个外科医师 可以在 这种情况之下 这么镇定 肯定是个好医师 所以 那时候 当他 拿着手术刀 直接插进我的胸膛的时候 现在这边 都还有 那个 外科手术的痕迹 直接从这边 接近心脏部位 直接插进去的时候 我那时候其实 很痛 但是呢 他就这样 卡卡卡插 插进去 他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 很有经验的一只手 然后 然后 直接 在我身上 开始数热 他数 1234567 1234567 数到第七节 从那边插进去 然后就 数到第七节 确认之后 马上 就插进去 然后那时候 我就很痛 但是 我突然感觉到 他的手是 可以救你命的手 那根手术刀 非常价值 他插进去 虽然我会很痛 但是痛完之后 几秒钟 然后 OK 管子插进去 然后呢 血 整个流出来 那时候 他也被我吓了一跳 为什么呢 因为他预期插进去之后 管子插进去之后 他会接到一个桶子 那个桶子呢 是一个有空气又有水 然后一半空气一半水 那为了要让你把身体里面 因为气胸了之后 他会有一些水分 然后呢 把那个水分 可以慢慢的排出来 那 他呢 就 插进去之后 他预期应该出来的 可能是一些水 结果 他就叫 怎么会这样 如果出来的是一堆血 所以 他们就赶快 血库 出血 OK 那 后来输血又是另外一场 那就不讲 第一次输血 非常的 非常的 排斥性很强 你可以 完全 很清楚的感觉到 什么叫排斥 你完全就感觉到你的红血球 突然之间在那个输入点 全部都集中到那里 不断的把其他的红血球往外吞 所以 那个感觉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烈 后来那个苏刚正医师 他出港 在我大概休息了几天 帮我 赶快在海后手 还有 动用到金门 那时候 那时候金门建立医院的院长 林能新副院长 也是 他们都 一直帮我 帮我 那 所有很多 好朋友 他们一直告诉 这些医师说 这个人一定要救回 一定要救回 所以 后来呢 不止 动用到院长 连国防部都动用 金房部 虽然 其实我在金房部 过一 待会还会提到 那 金房部 紧急 把一些阿兵哥给拉下来 因为他们要反台休假 我必须要跟那个 反台休假的阿兵哥 说对不起 那 拉下来好几个阿兵哥 为什么 为了要把我的病床 碰到 那个 西腰山洞的老母基上面 让我可以直接 后手回台湾 为什么不做民航机 因为西腰山洞 飞的比较低 对我 胸腔压力比较小 民航机也不太容易 把整个病床 放进去 所以那些阿兵哥 真的很倒霉 但是 但是他们救了 他们也是牺牲者 那 还有 后来台北荣总的 谢志正医师 他就帮我 做人类实际手续 这又有一段 就是说 要决定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手术 这里 又是医疗经验 那 甚至在中间的过程 林少廷护理师 他 及时的教我太太一些 护理事 事项 然后告诉我太太说 那个管子 要怎么样子处理 当万一有什么意外 管子 弄出来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处理 还好 后来没有意外 那 他还送了我老婆一个安全奖 我很享受 知道不要记错 那个 那个 帐篷都安心了很多 那因为这些贵人 还有他们最重要的是 我的老婆 那 我们 我终于剪回一条命 那 剪回一条命之后呢 过了一个暑假 九月 来上课 那 这时候 我知道自己 我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 所以呢 我就推迟掉校长派任的所有职务 那时候校长还是派任职务给我 我跟校长说不行 我身体没有好 那 那时候呢 是接口说身体没有好 后来第二年呢 他又派任给我 那时候叫我做电算动心主任 说 不好意思 校长 真的做不了 那 我身体 还是不行 过了第三年呢 我还是跟他说不行 但是 但是 当你连续拒绝三次之后 大概校长 都知道了 你不会再大 那 那 我就只专心在上课和诚实这两件事情上 但是 故事还没有结束 因为 我刚刚讲的 这份组里面有三百四十几页 我仍然对很多事情感到迷惘 那 第一个让我迷惘的事情是 如果老师 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学 特别是大学老师 那 为什么教育部和学校 几乎只用论文发表 和博客会专案 接的多少 来评价一个老师呢 那 这对各位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我需要看到 那 如果我不喜欢写论文 是不是代表说 我不应该在大学里面当老师 我应该理堪 那 为什么有一些学生 他们选了一门课 却从来不来上课 为什么有些学生 他感觉一点都不喜欢 志工系却出现在 志工系的课堂上面 然后用上课的时间去打电动 为什么有一些学生 他其实 全校的课程都没有他喜欢的 但是他却还出现在大学里面 其实这些问题 我一再想一再想 十年来 大概也都有答案 但是 最难的不是你想出答案 而是 当你身在其中的时候 你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解决 困住你 应该怎么办 这是最难 所以呢 让我们先岔开话题 来说一个故事 说什么故事呢 关于我当兵时候的故事 各位知道 应该不知道 就是 我其实是在小金门当 当兵的 当排长 各位 之后可能也会出去 才不可以 那 我当排长的时候呢 一开始 当然是 排长其实要受训 在高雄的部校受了二年的训 扣掉成功零 然后 剩下一年半 就到小金门来当排长 然后呢 跟我同样 也不幸来到金门 但是他在大金门 我一个同学 我们都叫他蓝波 蓝波 各位知道 蓝波就是 席维斯时克隆 对 强壮 战斗力很高 对 但是 我同学蓝波 不是这样 他 他叫蓝波 他也是蛮强的 但是呢 他当兵的时候呢 因为他总是打混出状况 他当選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 班上的头号 头号混线 所以呢 他当兵的时候也很混 最后呢 在我快退伍的时候 还跟我讲说 退伍的时候还跟我讲说 他被连长 因为他太混了 所以他被连长调到一个 几乎没有人会到的据点 去守那个据点 各位知道那个金门 其实有什么据点 现在都废弃了 现在 金门从 我当兵的时候 我五万 在之前 其实有十万大军在金门 一路捡到 没有 好 没关系 那 班上是叫什么 听清楚吗 没有 是你儿子的那个 好好好 来 请 谢谢 谢谢